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猩蟲鐵道2.1最新寶箱收集攻略 崩壞猩蟲鐵道招陸公管美克勞克隱私樂園寶箱全收集 折子小鳥王下一桶次元鋪滿戰利瓶鐵道2.1 還好最初我覺得呢 這一批呢 來拿這個克勞克隱私樂園剩下的這一些東西 好首先大家來到我們這個放映區入口這個錨點 大家到錨點之後呢 先看到這個小地圖上方北方向這個小門 我們往這個小門裡面走 走兩步然後呢在左手邊這個拐角處藏了一個普通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呢 朝這個小地圖上方北方向往前走 然後大家把視角抬頭看到天上 在這個地方大家看到 頂上的這個廣告牌 克勒平口這個地方呢有一個小鳥 我們靠近之後就可以調查了 大家如果說對不起的話呢 抬頭對著這個小鳥走就可以了 好那麼拿完這一隻小鳥來 大家朝著我們的小地圖下方南方向我們往回走 好走出這個小門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左邊西方向往前走 靠近了之後呢 這個窗簾自動會拉開的 拉開窗簾來我們筆直往前走 在前方大家看到我鼠標滑著這個木箱子這 我們走過來 木箱子這邊呢有一隻這個小鳥 在邊上這個台子上大家看到 好那麼拿完這一隻小鳥 我們打開地圖回到放映區入口的錨點 朝這小地圖下方南方向我們往前走 走進這個門口之後啊 在我們角色的右手邊 大家看到我鼠標現在滑著這個位置 櫃台前面有一個椅子 在這邊呢是下一隻小鳥 那拿完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下方南方向接著往前走 在前方角落是下一個寶箱 開完這個寶箱 朝著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筆直往前走 那到了這個氣泡彈珠機之後啊 大家先別著急做 朝著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角落裡面是下一個寶箱 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 我們再回去做這個氣泡彈珠機 好這邊也是之前做主線的時候帶大家調整過的 直接來發射就好了 好下車之後呢朝著小地圖下方南方向 筆直往前走 前方就有一個寶箱 那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啊 大家看到前面有兩隻怪 兩隻怪前面呢 這個箱子裡面就是一個小鳥了 所以我們這邊需要先清拨怪 好 清王怪會觸發一段對話拿到一個成就啊 這個不用管 來我們把這小鳥拽出來 再拽一下 再拽一下 不用拽三次了 好 拽完之後呢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好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這邊也是一條路我們直接走出來 需要拐個彎 好走出來到了這個拍照板之後 來這個拍照板前方有一個寶箱先直接開 那開完這個寶箱看到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我們往前走 在這個箱子這兒有一個小鳥 大家低頭就可以看見了 裝了很多鈔票的這個箱子 好拔出這隻小鳥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南方向這邊先下樓梯 下完樓梯之後 來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前方這些怪大家當心一點啊 這個小鳥繞開邊上有一個氣球 氣球邊上 這角落裡面呢有一個普通寶箱 開完這個寶箱之後來 大家先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大家看到我現在鼠標畫的這個位置這邊 還有這個小鳥 我們直接繞過來 那這邊呢 會被這個小怪物干擾 我們一邊清一下怪 好清完罐呢 我們再跑到這一塊這個板子這 把這個小鳥 鑽出來 好 那麼開完這一個小鳥 來看到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 繞過這個板子 往前走 在最深處角落裡面有一個強敵陣手 你們用過來把怪清了 好 清完怪之後呢 開啟到我們這邊的一個戰利品 好 那麼大家開完戰利品 打開地圖 來到我們上方 哈努邦派基地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 彼此往前走 這邊是一個怪物陣手 過來清拨怪 好 清完怪過來開啟到這一處的寶箱 然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 東方向 走過來 這邊這個開關 大家開一下 那前方這個門呢就可以直接走了 走過這個門 然後直接右轉 那我們從這個小門走下來 在我們的左手邊角落裡面有一個電視機 我們過來變一下聲 好變完聲之後呢 先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魔往前走 當心一下這邊這個怪物啊 這個怪大家當心一下 我們要從 呃 這一邊 大家看到我鼠標滑的這個洞 我們要從這邊鑽過去 所以大家這邊先等一下這個怪 走開了之後呢 我們從這一個口 鑽過來 在我們前方 這個置物架這邊有一個火箭筒可以拿 好 拿上火箭筒之後 來 先看到這個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 大家往前走 這邊有一個怪 大家等他停止行動的時候 一炮收掉 好 打掉了之後呢 我們再撿上 地上這個子彈 如果說旁邊 大家看到 我剛這邊炸開這個禮物堆 大家沒炸開的話呢 撿上子彈 大家再給他也補一炮 就可以坐這邊這個傳送門了 做傳送門上來 先開啟到這一處寶箱 開完寶箱之後呢 原路返回 再看到這個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往前走 然後右手邊 這個電視機這 變回 我們原本的樣子 變回來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左太角 西南方向 上樓梯 我們先過來摸一下 這邊的這一個 拼圖 讓它這個碎片飛出去 摸完之後呢 看到這個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 往前走一步 又有一個小鳥 好 拽出小鳥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 東方向 下樓梯 找這個電視機 我們先變回這個哈努的樣子 把這個碎片都回收一下 首先呢 首先呢 是在我們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這個置物架裡面 然後呢 朝著小地圖下方南方向 接著往前走 右手邊樓梯下方的這個置物架 再撿一個碎片 然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 東方向往前走 我們剛剛這個火箭彈 還有一發子彈 一砲給它收掉 也是一樣的 大家打完了 如果說沒有炸到這個禮物 禮物堆的話呢 我們跑過來摸一下這個子彈 然後等一下再開一炮 把這個打開 就可以拿到這邊的這個寶箱了 開完寶箱 看到小地圖左上角 西北方向 走過來 把這個 碎片給它回收掉 然後在前方 這一個 呃 廣告牌後面 有一個普通寶箱 好 拿上之後呢 來看到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往前走 右拐 再我 抓回我們這一個 小洞 抓回來之後呢 我們來這個 變一下身 這邊碎片剪完了 我們直接 上樓梯 把這一個拼圖給它拼好 好 右上角這個拼圖 大家放在中間右邊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右邊第2塊拼圖 放在右上角這個位置 右邊第3個拼圖 放在最右下角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好右邊第4塊拼圖 放在最右邊這個位置 然後呢 是右邊第5塊拼圖 放在中間左邊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接下來呢 是左上角 第一個拼圖 放在最左邊 左邊第2個拼圖 拿起來 大家放在最下方 好 然後左邊第3塊拼圖 放在我們 最上方 好然後左邊第4個拼圖 拿起來放在我們的 這個拼圖的左邊 最後一個填進去就好了 開啟到我們這一處的這個寶箱 好那麼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 大家可以收到一條短信 把這個短信讀完沒什麼東西 就會告訴我們 我們把全部的哈努軍都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右上角 這個存戶之類擬造花惡這個矛點 如果說沒有開的話呢 直接從我們剛開始這個小門 從這邊跑過去就好了 開的話我們直接傳送過來 這樣快一點 好 傳過來之後呢 先看到這個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面前就是一個普通寶箱 然後呢 看到小地圖右下角 東南方向往前走 在這邊這個攝影機 這有一個小鳥可以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我們來拼一下 邊上的這一個拼圖 好首先是右上角這個拼圖 放在最下方 右邊第2塊這個拼圖 大家放在中間 大家看到中間下方這個位置 右邊第3塊拼圖拿起來 放在右下角這位置 轉一下 好然後是左 左上角這個拼圖拿起來 放在我們的最右邊 大家看到放這 左邊第2塊拼圖拿起來 放在我們剛剛這塊拼圖的左邊 好 左邊第3塊拼圖拿起來 放在這個 最上方 轉一下 最後2拼圖填進去 OK了 開啟 開啟到這邊的這個拼圖寶箱 然後呢 看到我們的這個小地圖下方 藍方向 這邊有一個往下一桶 好這邊全部選擇 最下方的這個對話就可以不用打 好然後呢 看到這個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來做這邊的氣泡彈珠機 那之前做劇情的時候呢 帶大家調整的是這樣子的一個 形式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全部的這個機器都給他關閉了 大家看到全部關閉之後呢 我們右上角這邊這個 電量啊 是 7點電量 大家不要調錯了 好 順著機關過來 第一個機關開啟之後呢 我們旋轉一下 好然後順著它往後走 第二個機關 開啟之後呢 旋轉一下 然後再往後走 第三個機關 開啟之後呢 旋轉一下 好然後呢 再順著它往下第四個機關 開啟 然後順著這個機關往後走 第五個 開啟 然後第六個 開啟 然後旋轉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機關 開啟 再旋轉一下 就好了 我們走這樣的一個路線 可以來到這邊的一個 隱藏小平台 過來之後呢 可以拿到一個成就 面前就是一個寶箱 那我們開完面前這個寶箱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下角 西南方向往前走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隻小鳥 好 然後這隻小鳥 全部的東西啊 就大家都已經找完了 然後大家最後呢 不要忘記 切換到二層 來到我們最上方 這個倉鼠球樂園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這小區右邊東方向 往前跑 跑到底了之後呢 右轉 再右轉 就可以看到這個黃金公子了 我們過來和他對話 把這個 獎勵給他領一下 明明我們把這個小鳥都找完了 好 有一個光追 然後 還有30青蟲 那大家如果說 沒找完的話 打開地圖啊 就點一下這個黃金公子 可以看到自己找到了多少隻小鳥 然後再去補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 屏東康尼2.1新增的全部寶箱袋 大家都已經跑完了 那我們去期待下一個視頻再見了 大家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喔